而在本國疫情方面 斯高沙省將於下個月 解除所有防疫限制 而愛德華王子島的疫苗護照政策 將於下星期全面撤銷 唐紀蘭報導 隨著全國疫情方面 更多的省份陸續放寬管制措施 斯高沙省省長Tim Houston今天宣布 將會在下個月21日之前 解除所有的防疫限制 並且將於下個星期取消疫苗護照政策 該省將提早一個星期 在3月7日進入第二階段重啟 食肥和健身房能以七成半的容量營業 學校的限制措施 也將於春假後全部撤銷 在愛德華王子島 當局今天也宣布 將於下個星期一取消疫苗護照政策 但強調包括口罩令在內 其他防疫措施仍然生效 灰省衛生部門估計 在第五波疫情當中 有大約300萬個省民感染新冠病毒 但說疫情高峰期已過 並說當局正是陸續關閉省內的大型接種場所 但預計需時超過一年 才能清理鎮壓手術 當局將於下個月7日 解除學生在教室內的口罩令 但在學校走廊 後巴等地方仍然要戴口罩 有專家批評這個做法毫無科學意義 而是陸續關閉省內的口罩令 而是陸續關閉省內的口罩令 而是陸續關閉省內的口罩令